来画这个顶部单式妆 希望我化完妆之后 我这个水肿已经消了 然后先画下半部分 再画上半部分 就是以一个C字形的形状 画出我们骨骼的框架来 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预染方式 非常快的就可以预染开 你平时来不及的时候可以这样 就是先占取这个最深的棕色 然后我们铺在自己这个眼皮上面 就随便铺啊 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均匀 没有关系 但用刷子占取这个粉一点的颜色 然后打一点 就这样把它们一起晕晕开 它这个眼线就是非常的改变眼型 然后这个妆的下眼线 我想稍微朦胧一点 所以我就直接占取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虽然说你看它颜色有深 但其实上脸真的还好 眼毛我用的是这个腌柔的 腌柔的这个小恶魔吧 然后贴在自己睫毛上面它就不会了 刷完睫毛之后呢 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把两根睫毛给它 粘成一根 这样子我们就不用画睫毛了 睫毛都会非常的明显 然后顺便再用这个盘里面的这个香槟色的高光点缀一下 但红的颜色我觉得是重一点比较好看吧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种有一点 砖红有点砖粉色的感觉 用NYX这个螺色14号色来打个底 叠加一点16号色 比较多的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